又来到了凤凰花开感恩与祝福的六月毕业季节 全球第一间由一贯道所创立的一贯道天皇学院 于本月十日上午十点半在校区的敬校堂 隆重举行了106级毕业典礼 这也是至创校以来的第二届毕业典礼 典礼由校长李玉柱教授亲自主持 前来参加官吏的各级长官 各界先进 贵宾 毕业生家属 及一贯道道庆上千名利临与会 共同见证与祝贺今年的硕士班十一名应届毕业生 一贯道浩然厚得道场的十前人清零现场 带来了祝福 这届毕业牌能够再上再往上 那因为道没有止境 那更重要的是我也希望提醒他们 虽然学士不错啦 当然一路上要存着感恩的心 还是上天跟我们的大德 权贤 还有那么多好的教授来赔上我 就是非常殊胜 我相信在这个团队里面 都是非常非常有爱心的人 非常超越的 这个我想你我心里都有数 所以我祝福他们大家能更上一层楼 前途四季 李校长也勉励毕业生以后能长怀切磋学习之志 永续琢磨修行之愿 所以今天他们的家人也一起陪同 他们参加一生当中这么重要的毕业典礼 那我们相信他们十一位一定会很感恩 我们到场提供这么好的学术研究的研地 而且有实修的研地 相信在他们未来学修奖扮行的人生税业 一定会有大大的帮助 那我们也特别我们所有的师长工作同仁 秉着大德创办人前人的办学的精神 就是从里敦厚 力学行道的孝训 大家都是兢兢业业不变不休 整场典礼的焦点 由李校长亲自颁发硕士学位证书 给每一位应届毕业生 一贯到学系的系主任进行拨碎仪式 紧接着邀请贵宾颁发学业优良奖 服务优良奖及全勤奖 之后再笑声代表祝福学长姐们 莫忘曾经对自己的期许 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故事 重视人生有风有雨 母校的背榜也将永远为你们展开 接着由毕业生代表致谢大家 引用文学家陈芝帆先生的名言 需要感谢的人太多 就让我们感谢上天慈悲 前人栽培 随后全体毕业生一起向董事会 师长父母行凤茶感恩礼 场面温馨感人 最后全体观礼嘉宾一同欢送 并祝福所有的毕业生 圆满完成今年度的毕业典礼 在这研究所的两年当中 后学感觉到 当然有很多的无畏杂成 真的 那么在学习过程当中 后学真的是 在这边真的是有所获得 那最主要 后学要先要感谢 感谢我们的大德领前人 他这样的宽宏大度 真的他是非常胸襟 非常开口的长者 他真的是非常有 好棒 还有就是要非常感谢 我们这个研究所里面 所有的典礼师 还有教授们 老师群们 他们非常非常的用心 后学点点滴滴 都看在心里面 他们一人都身兼数值 后学觉得说 他们再怎么累 他们都不会很累 他们好像超人一样 后学是这样的真心感受 也非常感谢教授们的一个 的栽培 他们都是最优秀的一群 这里有非常有爱心的老师教导 而且有同学互相的切磋 让后学呢 这两年在这里 不管是到学的部分 还有呢 这个研究的一些方法的学习 让后学 在这个知识的殿堂 非常的扎实的学习 然后呢 真的是感恩无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嗯 嗯